直幻醒 直 有一种 菌盖非常严厉 云为毒蝇散的菌管 人使用不久后 进入幻觉状态 看到的东西被放得很大 很多人在她眼里 会变成顶天立地的怪 是产生惊害的恐惧心理 甚至发狂 四大小姐你找我 你记不记得 秦放说 沈亿灯跟她死去的女朋友陈婉 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那天我们无意中 在秦放的钱包里 看到了陈婉的照片 跟沈亿灯完全是两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的沈亿灯 跟秦放看到的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沈亿灯探过秦放的记忆 她让秦放置换 置换 玄门还有这样的技法吗 这当然不是玄门的技法 是义祖 走 当初在长明山 众人皆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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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沈亿灯 对啊 她说了吧 她太神死得早 她玄门的技法学艺不精 所以她根本无法操纵那个器皿 沈翠翘的确被我中伤过 但不是死在我的手上 一人无法分尸两绝 但又继续要掩人耳目 在玄剑洞待下去的 有什么能比让人难产而死 然后继续在新生儿身上延续生命 来得更加自然合理呢 所以 杀了沈翠翘的人 就是沈云灯 沈云灯是异族 她杀了沈翠翘 那天 拿来赤散的血如之泥 我当时说暂时不能分辨真剑 玄门诸人神色慌张 唯有沈云灯激愤难平 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 那个血如之泥是真的 因为就是她自己的血 沈云灯就是赤散 那天在宾馆外面 我让秦放告诉你的话 只要严福瑞 继续留在玄门身边 老老实实地帮我打探消息 我就会帮她 替瓦房报了这个仇 报仇 报什么仇 啥叫报仇 把房呢 是沈云灯 是沈云灯 也就是赤散 杀了王丰 洗头 就超车敌 没有人 看来她的力量 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不过幸好 我先下手为强 用血如之泥 将它骗了过 救命 救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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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啊司徒 你为什么就不肯彻底的消失你 既然你非要再来我面前腥风作浪 那就别怪我 心换手了